中國宣布開放福建居民到馬祖旅遊 但這破冰第一步卻獨漏金門 當地人認為全是因為 零二一四陸船翻覆事件 尤其金門民宿業者更是急得跳腳 好不容易才撐過疫情 沒想到旅遊的寒冬 原來才正要開始 但是我國政府認為破冰的第一步 是不符合對等開放原則 畢竟過去小三通一年三百萬人次 有九成都是前往金門 只是這回只開放到馬祖 等於是開放較少往來的部分 交通部認為開放幅度太小 六月要不要解除禁團令 或是怎麼處理 我們需要跨部位來做一些討論 因為如果他這一次是全面開放 我想大概就沒問題了 那現在只有一個省的開放 我想這部分我們討論以後 再跟大家做報告 對中國臺灣不只是開放自由行 而且從三月一號到五月底 有四千團大約是十萬人 都能組團附陸觀光 但是中國這回開放的 卻只有福建省 對比疫情前全中國 有四十七個城市居民 都能來臺自由行 雖然這回有善意 但是和預計的恢復程度相差甚遠 他們已經有初步拋出善意 但是這個善意跟我們期待差非常的遠 我們還是一樣恢復到疫情前兩岸 健康有序的交往 至於業者都希望六月禁團令就能解除 基於兩邊對等原則 看來還是得再等等